有个叫吕正龙的观众 在我的视频下给我留了个言 他说中国的动荡一定会到来 这是天术注定的 无人能改 那么不要太悲观 他说然后会诞生另一个更强大的新中国 会吗 中国历史上 一谈到强大 我们都会提到汉唐 其实 中国人过得最舒坦的 是北宋 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相当于现代的雏形 有了城市居民 有了效仿队 有了养老院 文贯的架构 科举 都相当成熟 那个时候 财政收入也很好 中国非要像汉唐一样吗 非要拿人命去剥版图吗 为什么不能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呢 我们到底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现在已经是现代了 但是大家 还在梦想着 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强大的新中国 我个人认为 悲观 是现实给我们带来的 即便我们能 推导出来的中国 最好的可能 是一个联邦 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强大的 而且不会很快 因为这个动荡期 可能会有十年 甚至更长 我从来不奢望 在一个后共产党的时代 中国还会有多大的版图 还会有巨量的人口 今天的一切 在未来的中国 都不太容易复制了 中国历史上 大一统和分治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传说中的五千年 现在考古费尽巴拉的 找出来的也就三千多年 中原王朝 集中管理的土地 其实从来就不大 无论是明 还是宋 版图都没有原先 想象的那么大 宋应该是最小的 那中国有史记录以来 经常有一句话叫 信史到宋 可见 至少到宋 大家还是愿意相信的 因为宋开始 就有了出版业 宋人写的东西流传到今天的 其实就很多 方方面面都有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人人可以说话 像武大郎这样的 卖吹饼呢 都生活得很富足 今天你看看 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他也就是传说中 摊上了一个不靠谱的老婆 其他方面 你看到他 比别人过得惨吗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能追求一个 相对让人民 更加自由的国度 老是要想到 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 新中国呢 要么就当孙子 要么就当爷爷 就这两个选择吗 中国在 有历史记载以来 很长一段时间 在中国生活的人 它的总数 长期占人类总数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今天已经没有 这么大的比例了 那么经济总量 人民的自由度 言论的边界 都在急剧的缩小 我们现在生活的 这个中国社会 实际上是很多人 不太向往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套制度 那么利用这套制度 中国拥有了 全球最多的公务员系统 吃黄粮的比例 有史以来最高 没有质疑 放之四海 接准 跟其他国家比 跟历史上的 王朝时代比 没有一个能比得上 今天 那你说中国人的 说服 能不重吗 即便是这么重 只要你愿意改革开放 愿意跟 这个世界握手 你还是能活得不错 但是它变了 它又要回到那种 艰苦奋斗的时代 又把斗争领出来了 这是我们要的吗 如果我们反对它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期待 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 也要偏重于强调强大呢 强大不仅仅来源于 这个国家的实力 军事 经济 文化 各方面要敛压别的国家 实际上 咱能跟人好好相处 就不错 先不要谈强大 因为它不可预期 甚至没有人愿意看到 一个肌肉非常发达的 非常强悍的中国 存在于东亚 因为这不仅对 周边国家是一个威胁 对整个世界秩序 有可能也是一种冲击 咱不能低调一点 想想 让民众过更平稳的生活吗 其实我不建议 老是把强大摆在前面 真正强大的 是民众 发这类型的 由衷的欢笑 他们愿意认同一个社会 认同自己的生活 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 这跟钱其实没多大关系 不见得非要偿富于民 只是你看到一个 正在向上的社会 大家都有盼头 民众过得很富足 社会有底线 这个制度能够保障 绝大多数人的自由 这就足够强大了 没有必要完全 去跟别人比 也不要树立一个样板 树立一个目标 未来是不可知的 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会对 一个国家更好 我只知道一点 如果每个人都不受欺压 能有一套良性的循环 其实让每个人 各司其职 去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 这笔所谓的祖国强大强盛 在世界上没有人敢欺负你 其实我觉得更为现实 而且他至少可以期待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